上星期已經提過 目前二手市場已進入冰河時期 交頭持續淡靜 當土地註冊處的紀錄 截至11月24日為止 今個月至今僅約2,000宗成交 當此來看 今個月好大機會跌至不足2,500宗的低位 創至2019年9月以來的近3年多的新低水平 美國加息週期持續 加上香港樓價連跌近半年 買家入市心態自然變得審慎 體流心態也變得被動 為了吸引准買家的眼球 地產代理在宣傳上也費盡心思 創作不少經典根據作宣傳 相信大家近日也有見過 劈得心愛得真 醉心同事放得太遲 生不逢時劈價離場 等宣傳字句 更有人以地產文學來稱呼有關字句 當然樓盤宣傳是極具創意的 需要劈價求售 因而有超跌筍盤出現 現時准買家可趁機撿平貨 近期確實已有個別減價幅度較高的地區及屋苑 出現成交量回升現象 反映買家可趁低級納